他们一见面就打住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 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 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 不是特别好 本身也不这么好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 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 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二十余年 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按常理 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老爷子他是过逢不起 2019年 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 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 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 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空前都不走啊 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 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 既然早就离了婚 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我就跟你这么说 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我呢能帮孩子一点睡一点 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前弟媳满腹苦水 大哥大嫂有口难言 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 双方争执不休的 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 上头都没人了 就剩哥俩了两次 就剩哥俩对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一般吧 没有什么来往 没什么来往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就没有什么来往 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有什么结吗 就是曾经闹过 没有也没红过脸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就习惯性的对 也联系不多 对对对 第一现场 张家大哥提起小弟 不禁连连摇头 他表示 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 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 而他们之间的纠纷 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您刚说谁有遗嘱来的 说弟弟 我弟弟有遗嘱 他们都有遗嘱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 谁要都给谁 他们逼着他们写 老爷子写过遗嘱 但是我不承认 哎呀 儿子 这媳妇突然进门 他们离了婚了以后 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 找了这样 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 就在这个我们的侄子 然后呢 好 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 人家说看看老爹地吧 死过不让进门 就是身边洗的啥呀 这就弟媳妇这个我干过 您虽然不承认 但您跟我们说一下 我不承认 我弟那个我也没见过 但是我们老爷子 就是我们老爷子回来 都跟我什么话的都跟我说 都说逼着他们写的 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给谁了 当时他们写的 我不知道 我连看都不注意 我都不注意这个 你好歹看看吧 虽然你不相信 我就不重视这个 这方面的事 公租房 人家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 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 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成都人 变更这样的事情 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 是吧 公租房它其实 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对 他没法说想给谁给谁 那叫符合相关政策的 对 怎么样才能变更中国人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 变更我 变更到您 因为什么 说说看 我们今天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 我是老大 我说我爸的儿子 他属于隔壁人 您说那个 侄子 侄子 对 那您弟弟跟你一样啊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 需要过户 过户给我 现在呢 现在也是这个 愿望 也是意思 对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不愿意了 他们不乐意 离婚他一直就从那住着 他在那住着 哎呦 离婚不离家 那么多年了 十多年了 跟老爷子一直住 哦 住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老爷子那个什么 供的他不走 因为这个事 还找到我们街道发展多好 现在也住着吗 那房子 那里边住着呢 我现在也住着呢吗 现在还住着 一直这么住着 他跟他侄子 我住这半间 他住那大间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原来以前 原来是再早的时候 那要说话就是说 二十年以前了 那时候我住大间 我们也说 哎 现在我属于这边 我就等于周转房 周转房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对 我也属于老爷子供居人 我这有陪年叔叔 大哥说 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 并没有搬出张家 而是带着儿子 同公公一起生活 在老人去世后 双方救房子问题 产生了争执 您还说您不懂 您提到了 供居人这个词 很专业吗 供居人就是 原来我们打官司 我们这个房子是 老爷子成租的房 还打过官司 又 什么打的呀 因为什么事打的 跟我说 就因为那个防护层队 人家私房 落实政策了以后 就归归人家那个房主了 人家根本打官司 那时候 打官司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了这个老爷子 这两居使的 那个使用权 说您算共居人 这是他的共居人 就说 这个犯罪书 这份我们去调 也调不来 打电话也打不通 但是这房东现在在 您可以打电话 咨询一下他 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输了 但是起码里边 写明白了 您是共居人 对 我们三个人都属于共居人 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我的户口 后来挪过去 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总是都在里边的 他们 您夫妻两个都在里边吗 还就您自己 您的户口在里边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 这个工作坊里面 老爷子户口还没销 或者已经销了 销了 没销 他户口本他拿着 现在人还在的话 就是您的户口 就我的户口 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侄子在 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第七媳哪来的户口 咋有咋的房 所以您说 您是共居人在里边住过 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 好像也在里边住了十来年 虽然说 他们是住了十来年 我也住了几年啊 是吧 那听起来 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了 对吧 就是隔辈 就是这点 您是儿子辈 您觉得您占优势 对吧 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对 那叫爷爷了 你不叫爹 是吧 是这么想的 所以您认为 您更应该 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对 但是我也不说 我变为成都人 我不让你住 你该住住 就有你的立间房 一共两间房 我又不是说 我一是想独村 我不会干这事啊 那要是 一人一间房呢 这个事您能接受吗 可以啊 我就是要求有点住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 不行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我现在 陪不陪要搞人 两间房都要 都要 那可能性不可能 原以为 这是一起 简单的房产纠纷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 我们逐渐发现 双方的纠结 纷乱如麻 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 好几份遗嘱 虽然您没看过 看过我们节目的话 您应该有所了解啊 那无效啊 我知道我老干你们这节目 对对对 因为工作坊啊 这个我们 反复宣传 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它只是一个权利 居住权 它的产权是属于 只管单位的 不管是房管局 还是某些国企 什么样的 所以 它不属于财产 那么遗嘱 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 不管它是真是假吧 不管是怎样的 还是逼着写的 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 它没有权利 怕他们来捣乱 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到了 你知道吗 我说老头写了 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说说看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 自我沟通过 跟那个前弟兄说说看 说过呀 说过他不同意 不同意 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那我也没地儿住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 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我走了那一人多痛快啊 就想多占呗 在您看来是吧 对啊 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了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 跟这儿住吗 还是 我们不在这小区 我们另一个小区 有自己的房子 对 有他的房子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是怎么个过程 您俩分居了 没分居啊 我该回去也回去 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我几次都不带啊 所以就搬过来住 对 一堂两年两年的吃喝拉撒 不成不起 都是我爷子自有的 您在这儿住过两年 对啊 老爷子死了以后 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 怎么着得握个桌板啊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 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对啊 住完院以后 他肯定不行了 他窝窝不起了 住了大概多久啊 两三年 两年多 两年多就是 他媳妇没了 开始来 侧老头儿吃饭 侧他吃饭 跟着 晚上回去 就下午就回去 然后那丁的那个 没过多久 就不来了 他媳妇就不来了 就是老大的媳妇都不来了 我是2000年居住过 2000年到2004年 弟媳是一直 2000年就在这里 没有 不是 他2000大概就2008年 对对 2008年左右吧 2008年 然后2004年之后 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0117年 就老头住院以后 17年来居住的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 照顾大爷吗 不管 不管 咱有什么时候 你也说人也不 人也别说人不管 人有时候啊 吃点那个什么 就是太少了 有那么急 就一两回 给过几块饺子吃 给八个 我们老爷在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 老爷子都谁照顾 就是我一直照顾 大哥告诉我们 前弟媳和侄子 虽然住在父亲家 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 反而是他 天天跑前跑后的 伺候父亲 您不是17年才过来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 我就没 就每天都去 听我说没有我妈了 就老爷子一个人 就是没住 对 就以前也老来照顾 我就停停停去 没有已经不去的 后来身体不好之后 就直接住一起了 身体不好了 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 你说他们能不在这 是吧 老二的开车车 就救我一个大闲人 所以那两年 您是朝夕相处 陪着父亲 对对 再是反而定定的 谁都可以认可的 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 楼上楼下都是 如今父亲去世 大哥打算收拾一下 父亲的遗物 顺便装修装修房子 却遭到了前弟席的权力阻挠 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先生 那那个房子 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就是因为装修 这不是热的 这热的 他装了装了 他不让你装了 他说我影响 那您装修 对 装修是影响 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 那您跟他说过吗 就是商量过 我没跟他商量过 您装修就是装修 您那一间是吧 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 因为那屋子太脏了 老爷子 你瞧 这两年多墙上抹了 咱就不说什么了 就说原来没商量 就说那间我跟他商量 我说那 那什么我和那个 咱家还有店吗 他说可能不多了 还有六十多个字 我说那给你一百五千 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 他答应了挺好的 他说那个什么 你跟人说啊 说把那个工具啊 直接就搁在你那屋 别搁在外边 说让人关着门 就说省他弄的那个客厅啊 当了麻痹了 好晚上回来也不得麻痹了 蹦开了 高了 让了 说我影响他的生活了 说我挪在那地儿了 这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 你说人家打眼 他那桌子 给他挪一下嘛 这就开始不干了 这俩人就开始吵 打到街道了 因为这点事发生了争执 但是有没有提及到 咱要 争执就是 这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房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 彼此之间 跟人提到了 这房不是你的 你没权利 这个话有谈过吗 这也没谈过 还不难 因为 说的是因为装修 产生一些摩擦 对 我又不装修 没点还没这事呢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 这房就是我有一间 不管是买断 买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这还用说吗 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了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我说过呀 他怎么回应 他说没你份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 人也说我孩子没地儿住 人说国家有政策 说你居住两年以上的什么这个 没有本事 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他跟你说这个 你说了半天 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 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 也都三十多岁了 都没余粮啊 是吧 没办法啊 是不是啊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 也从那住着 我这扔了就完了 我还能活动上这间十来娘的坑 是不是 我也没争你那间房子 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我想问一下 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 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 他不乐意 没有说份额呀 什么这个归属没有 是吧 没有 啊 也就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 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 这块没有争议 这我们都不说了 我们说这个了 既然已经住了 那您现在对 那您现在来这是想要怎么 就是继续装修 对继续装修 继续住 继续住 使用 那现在是这样啊 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 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 你们刚才说了 如果要买的话啊 要平均是吧 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 您就一直用小的 那就用着吧 那怎么办呀 我不能说这怎么换 没法再 没法提了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 是吧 没有意义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 轰哪一方吧 您不让他住 他不让您住 有这种情况吗 我不轰人 就轰人干嘛 那他那轰您吗 他们是这种想法 那做过吗 这种行动 但是一个意思都强了 怎么看出来的呀 这不是就 大白子就觉得阻挠他们 不让装修 他就是 打的时候吧 是这么说的 就说那个什么 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 我说你钱也交了 是吧 你要是什么的话 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武功费 对对对 没事我掏 就当时就说我掏 那个完了以后 说那个 我说你怎么着 你得让他装 他说那要装 装完了以后 意思就是 他这边 他姨儿住着 他那边 他姨儿住着 就是他也走 我也不能去 就这样 他是这么说的吧 想的太多 什么意思 没听明白 装完了以后 就他这边小街 就他自己住 是允许这个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不许他 不许他来 我说装可以啊 别硬想到外头 我说这是两家 走了晚上 我回来一看 然后我店也差了 我就有点急了 这地也全是土 他装修 他肯定是有土啊 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 我说你想过别人了吗 哎呦 这不是就这几天吗 我说你就这几天 别人怎么生活呀 因为你们装修这件事啊 装修队已经进去了 如果您装修队 打根上就进不去的话 人家是想独吞 让您装修了 我估计啊 是您双方之间 是不是在这个份额上 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没说过这份额 根本就最早的时候吧 是他爹刚没了 呃 也就要消户口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咱把这个房啊 那时候我们都上 房管局都问好了 就是说你现在这房 可以买 就是说你排队 排着队呢 到时候就是 所以到现在 也没谈过份额的事了 对吧 对没谈过份额的事 一会儿再谈啊 他都不提 关于公租房今后 如何处置的问题 双方以往并没谈过 眼下 他们的争执 都是围绕着装修发生的 要说装修这事 也是人之常情 刘女士为何对此 反感这么大呢 好 等咱回来 好 一进这屋 他炸了窝了 别喊大叫了 好像我站在那 外边那个灯一闪一闪的 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让人停工 不让人装了 说一切损失 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我花了一万块钱 没事 他说我给你 我给你打过去 当时说打 后来他又说不行 又不打了 他后来又 又为什么不打 他又第二天 我说去过去 我说你 我那边的钱打过来 后来就不让装了 他又装了 他又变了 他说 他是哪个公司的 哪个装是公司的 有什么正式资格没有 我说这没有 因为我这装修 是看我们楼上七楼 人家装修看得挺好的 我又想装 这么着人家装完了 我说你下来给我看看 我也装 有一间房 大哥说 钱弟媳原本也认可装修这件事 可动工之后 他却说影响了他的生活 坚决要求立即停工 这一下大哥可有点想不通了 房子是父亲留下的 自己不过要装修其中的一间 钱弟媳凭什么不让呢 他上了一天班回来 他就急了 你进屋说影响他了 你说影响他什么呀 我那屋里总共就一张桌子 那您说买的意思是 你们一起买 还是您一个人 可以 我一起买 我一人说也可以 买完之后还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张先生说 既然工作房不好处置 咱们买断了 就是财产了 就好分了 对 咱有分了 就可以按比例来分了 但只是说对方好像 执意要求 所有房子都对他们 听起来 觉得大歪子还是挺客观的 是吧 您这个父亲去世 就俩儿子就留下 这么一个房子 那您的想法就是一人一半 对 一人一半 买了也是一人一半 是吧 使用上 这个所有权上都是一人一半 对 那他不同意 就显得好像有点奇怪 他想多债 那肯定是 我也不同意 那这样 我刚才不能 抬着笔我就走了 那您就说 您要保证您这一半就行了 对 我有我的份额 听明白了 老师们还有什么 我问您一下 您这房子是两居室是吧 两居室 一大间一小间 一大间 他住那间大 17米多 我那在12米13米多 父亲生前是住在哪间 父亲生前 对 他活着的时候 活着就住在这小间 他就住在小间 原来一开始 我们两千年那时候 我们是住这大间 我们走了以后 他们就赶紧就搬进来了 等于把这东西什么的 我们好多东西 有时候都没了 都跟我们扔了 都跟我们扔了 所以您的这个弟媳 还有您的这个侄子 住在大间 这个事您当时是知道的 而且也是 没有人去阻拦的 谁阻拦他干嘛 谁想他 最后能找到这一步 所以现在实际上 居住的格局 人家是占的面积更多一点 多多了 多好几米了 对 就哪怕 按这个房子面积来分 您觉得也能接受吗 比如您刚说 两房子大小不一样 您那个小点 是吧 他那个大点 按那么分 你也能接受 毕竟还是有多少之分的 不是对半比例 应该是一半吧 很大的 就按等于按那个房子那个使用面积说呗 您就说 不按房间大小了 按按这个平均数 一半一半二分一二分之一 这么算必要能接受 您觉得他这个装修是 就触及到您哪方面了吗 不是触及到我哪方面 触及到孩子了 这边不应该装 对 他想他们都过来住 那天他也说了 他过来要伺候他那个谁 你说你那边放着好日子不过 你非跟这争来 你说你就这么一个 张家门就这么一个 你知道吗 我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张家大哥 刚才我听好像说 你们两口子是有房的是吗 对 在本市有房是吗 对 那要变成都人的话 您不符合条件 谁啊 您啊 我怎么符合条件 您跟他这不是配偶啊 这是我爸爸的成都人 我知道 刚才您也说了 是吧 这边跟成都人的条件 一共四个嘛 对吧 在此居住两年以上 户口在此 我也住在住了两年以上 在本市没有其他的住房 权利员都得签字同意 那这里边您有 您在本市有其他住房啊 谁啊 您啊 我那我现在 我生活有困难呀 问题是 不是 我不困难 你一会再说 我先说啊 您到底您夫妻两人 在本市有没有其他住房 有 有我的 对 但是他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 前弟媳跟侄子 也有住房 在租着呢 那 那只能说 你们都不符合条件 有可能 在第一现场 调解嘉宾 从大哥大嫂口中 初步了解了 双方的分歧 接下来 我们将前弟媳 刘女士 请到了第一现场 了解情况 那么刚才 跟家里的这个 大哥大嫂 聊完之后啊 我们也将 应该准确说是 前弟媳 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本来 这个侄子 就是您的儿子 也来到我们现场了 但是他表示 不想出镜 让您来代言吧 是吧 他这底下也听着呢 刚才 前两位说了很多 这个这个 他们的诉求 他们的想法 在您这儿 他们反复强调 虽然说一直没跟我们说 您表达 明确表达过 但他们说 就是这意思 他就是想独吞 他就一定要全部的房子 我也先跟您明确地问一下 您是这种想法吗 觉得那个房子都属于 我呀 这样 您去评判啊 我就把从03年 咱们开始说起呢 对对 不要按您的思路说 我问您问题 您就直接回答我就好 他刚才在推测和判断 您有这个想法 想认为这个房子 应该都属于您家的 应该说 只能属于您儿子的 我想这么说 那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您认为是还是不是 我认为应该都是孩子 好 就可以了嘛 所以这个问题 没那么难回答 一会儿关于历史的一些变迁 我会再问您 别着急 对 所以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应该都属于您孩子 两间房都属于您孩子 是吧 这是一个楼层 就是一个两居室 不是两间房 所以理由是什么 您再跟我说说 为什么这个房子 应该都属于您的孩子 而没有这个大掰的一间房 因为他刚才说了 他只需要一间房的这个 您说 03年南洪街开迁 也是我们老头的那个成租人 您前公公的成租人 对 成租人呢 完了拆迁呢 分了他一个两居室 就是目前这个吗 不是这个 是在南华里 就是在市区里头 二环一礼 南华里 给了他一两居 然后呢 再往后变成 全部的好处 他已经都拿走了 都拿走呢 完了老头 我们老爷子呢 就是给了他十一万四 这是后颜老头写出来的 给谁的 给了这个我们这个老大 老大 给了十多万块钱 给了十一万四 就说什么 当时的这马家铺的房子 是值二十六万 值二十六万呢 老头让他取十万 这是老头当时跟我说的 说后来 说那个 我已经给他 给你们解决了这个事情 说那个什么 二十六万 我让他取十万 就给他一补偿就完了 后来他给取了十一万四 取了十一万四呢 完了以后 我说您怎么也没让他打条啊 我们老爷子说呀 说嗨 说都是他也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还留着这么一个 就折子 所以那一次拆迁完以后 获得一个房子之后 给了老大一笔钱 对 您是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就像是分家了一样 落座第一现场 刘女士吐露了一件 大哥大嫂没提过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属实 对后续的调解 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 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库的两居室啊 我属于他的供居人 之后那边拆迁 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零三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你别管他怎么拆的零三年 零三年是不是老头的城堂房 是老头城堂房 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城堂房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音用 你才你是住在那儿 这不可否认 那要是住那儿 我弟弟也住那儿啊 是不是 可他什么也没得呀 怎么怎么会没得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我们家分了 你拆了呀 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啊 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啊 我说的意思 是不是老头的城堂房 调解嘉宾会如何看待 如何解决张家的问题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关注第三调解是之 乱如麻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徐倩 徐徐倩您好 您好 我们这节目当中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公租房说这个案子呀 去法院起诉 他们彼此之间争夺这个承受权的时候 法院不受理 说这事我们管不了 你要么自己去协商 要么怎么样去 为什么法院对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之间的诉求 他表示不受理呢 这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我们得从公租房的性质来看 因为公租房它不是个人产权 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 所以说它这个它不是两个公民之间的一个纠纷 因为这个公租房它可能主要的纠纷 就是变更成租人 变更成租人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政府机构啊 或者是单位啊 他们都是有专门的政策来规范的 而且每家可能还不同 对啊 每家都不尽相同 各有不一样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从性质上来说 所以说法院一般是没有办法来变更成租人 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吧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可能更好理解一些 比如说这个我是房东 我今天跟租客假签了一个租房合同 我约定了某些条件 在允许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才能把这个成租人变成乙 所以说这是我们双方之间的一个约定 不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法院也无权干涉 它只要不违法 对啊 我们之间的约定不违法 那如果说现在假想把这个成租人变成乙 那它必须要满足我跟假之间的一些条件 我们俩私下的一些约定 它只有满足了以后 才能变更到乙的身上 那这么说 这些条件有时候也不太一样 对吧 不尽相同 对 每个地方的规定都大同小异 但是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不外乎就是户口 在他处的一些居住情况 在本公租房的一些居住时间 包括同住人和继承人 他们之间协商的一个情况等等 就综合起来 基本上就这几个因素 所以说这个条件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也不尽相同 具体看每个产权单位的政策要求 对 没错 有些可能松点 有些可能严点都有可能 那一般情况下 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主要就是户口 或者就是 比如说同一个户籍 或者是居住 共同居住超过两年以上 或者就是其他共住人也好 继承人也好 大家协商一致 就是我们都同意 由我们其中的谁谁谁来 继续承租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可以 根据公共住房管理办法 他说只有承租人具备以下情况 才有可能限期收回共住房 哪些情况 比如说转租 转借 擅自调换公租房 或者是 改变了公租房的用途 甚至是在公租房内 从事违法活动 这都是一些条件之内的 等等 对 2019年 张家老父亲去世 张家大哥和前弟席之间 因为一套公租房的装修 爆发了纠纷 然而 通过双方在第一现场的讲述 调解嘉宾发现 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预料 他刚刚装了一天 一天 一天 他就不干了 他只要装 我就给他砍了 前弟媳刘女士的处事方式 让大哥大嫂十分惊恶 不满的情绪也随之产生 从此两家人针尖对卖忙 谁也不愿退呀 大哥说 自己只是想把父亲住的那间房 归置一下 并没影响到前弟媳 和侄子的居住 可却被前弟媳 强势叫停 一套房 两家各住一间 大哥觉得挺合理 可前弟媳却声称 要保护自己 和儿子的权益 鸡还知道 护着那个咋子 小鸡咋子 我看我是他 我是他亲妈呀 他有遗嘱 遗嘱 他们给他们留的 但是那遗嘱 是怎么着 都是他们逼着他写的 老爷子是得了手 最后就是是的 最后没查出来 最后他们不抢救了 就跟说是那个 无息衰竭了 除此之外 公租房的最终归属 以及老人生前的赡养 等一系列问题 也渐渐浮出水运 随着这些陈年往事 一渐渐被翻开 双方的诉求表达 也越来越清晰 我说这个老头的伙伴 怎么回事 我说给张鱼 张鱼不要 张鱼为什么问他 跟他爷爷说不要 我爷爷你一天要吃 那个残渣剩饭 没饭 我们跟你说 我们跟他就一句话都没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双方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难以评判 孰是孰非 在复杂纷乱的局面中 调解嘉宾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又能否化解他们的心结呢 那个房长需要花钱买吗 对啊 也需要花钱买 对啊 也需要花钱啊 前弟媳刘女士一上场 便到处这样一个情况 她说 公公曾经给过大哥一笔钱 大哥已经用那笔钱 买了自己的房 老爷爷他给了11万多块钱给他 11万四 他自己买断了之后 就自己再去做 就是他的了 就是他的了 这都您可以去查 好 他是03年才去 您的意思是说 大哥已经拿过他应得的父母的一些财产了 对 就不应该再来争了 现在如今今天争议房产啊 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处公租房 对 就是马加福西里 有经历过拆迁什么的吗 没有 没有经历过 就一直是老爷爷的另外的一处公租房 就是目前您居住这个 有争议的这套房 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 这是您的一个理由之一啊 曾经老爷都有两处工作房 都分过你一套了 不管是钱还是房 这一套好像在您看来 理所应当 该属于您家了 您听着啊 房也分了 钱也给他了 嗯 是我看的这个意思吧 您的表达 两处房嘛 都是老家东西 给你们一套的利益 那算是一套归我们了 是这么想的吧 因为就哥俩嘛 不是我这么想 是老头当初这么说的 你知道吗 所以您也这么认可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老爷子之前留过什么话吗 知道以后他有什么想的 这个房子是什么 归的归的侄子 这份是归的儿子 他们给他们留的 但是那遗书 我知道怎么着 老爷子给他们写完了 老爷子跟我说 老爷子给他们写一楼 给他儿子跟他送的 这是事实 没有我 我一亚迪哥 我没有想 想说跟他干什么的 07年您说您住 这个房子了呀 当时是为什么 要做到这儿来的呀 一直住在我娘家呀 我哥的房子呀 你们那时候结婚 一直住在娘家吗 为什么呀 哎呦为 我这到结婚时候是 没房子住 您说对了 没有房子住 完了以后后来 我们老爷子给我们租了一处 07年是因为什么 后来 实在没地儿住了 老爷子让你们住回来了 对呀 因为我们的地儿啊 我们老头说得了 说你别跟人家那儿 那个打乱了 干脆 你就过来吧 反正两间房 凑合也能住 是吧 我们一直就那么凑 就那么住 别说凑 我们跟老头 我跟老头都没红过脸 再一个 我刚进来的时候 老头给我400块钱 我说 类似于火车位 我说 我说爸 你别给我钱 我说 我不好伺候你 因为我也上班了 我说 我不好伺候你 他以为我钱少呢 我说 那我给你一千 我说 我说老爸 真不是这意思 我真觉得拿这钱 特沉淀淀了 刚才那个 大哥他们提到了 说你有遗嘱 我妹子现场也说了 公租房的遗嘱 好像不怎么好使 你如果看过我们 或者了解过一些 相关政策 因为很多老板 我们都知道了 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 没法进行私人处置 他就算写了给谁 可能不管用 他这属于遗嘱吗 您看看 您要跟您看看 律师已经看过了 要不您让律师再给您回答 您给我解读一下 刘女士拿出了一份 公共留下的书面文字 对于这份文字 律师是如何解读的呢 他属于一个遗嘱的一个性质 我们只能这么说 但是他处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的这个孙子和儿子 二儿子张锦铭继续成租 但是问题是这个继续成租 并不是老爷子说了算 对吧 他需要公租房的这个公房管理处 他要同意才可以 所以说实话 您的这个东西 说他算是遗嘱 那其实老爷子去世之后 这算是制言片语 算是一个遗嘱 但是他处分的是一个公租房的 一个成租权 他的这个效力 确实是没有效的 他没有权利去处分 您拿着这个东西 一直攥在手里 您没去那公租房管理处 问一问啊 我呀 压子根知道他是不管用 但是他老头写了 那十一万四 是老头处置他的财产 这个大爷呢 怎么处置他的财产 给谁 给多少 他在世的时候处理的 并不代表 他现在处理的这个公租房 就跟他的大儿子 可能就没有关系 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大爷可能 把他之前的房子处理了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这属于生前的一个赠予 并不能说 他把那个房子的钱 和那个房子给了别人 那么他现在的陈租房 就必然要给您 这或者是给您的这个儿子 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在法律上 你听我说啊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就是您第一个理由 我们能听到 我们能从情感上理解 您的出发点 觉得好像应该公平 老爷子也确实一直做的很公平 所以曾经给过一些财产给老大 那么剩下理所应当 应该给老二了 或者给老二的儿子 他还不是 我打倒了 但是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我们给您解释这个 明白了吗 公平的处置是这样的 但如果老爷子不想公平 或者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没法再去替他发声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 按照一些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 是不是被拆迁过 没有 就这承租房有三条 符合三条是吧 刚才好像说四条吧 四条 四条 那一条我还真不知道 待会您告诉我 我再跟您说一下 一共有四条 首先第一个户口在此 第二呢 是在此居住两年以上 第三呢 是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 第四是相关权利人签字图 这是变工承租人的条件 因为老爷子已经不在了 他没法去掌控和处置这个房子了 然后您说 那个理由也是 没法划上等号 就是说他以前 处置过一部分给老大了 老大拿的很多 所以他现在必须得让我们 这也是不能划等号的 所以我们只能目前来看 只能按照一些相关政策 如果说我们不谈及情感 不能好好商量 那就按政策来 政策就是那四条 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全战 全战 对 第四条怎么办 大哥是现在看来是不同意的 那我跟您说的是 孩子他也不同意 一样 那所以就僵死了 这儿啊 刘女士 我有一个地儿 我非常的 因为我们孩子没有地儿 没有地儿住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 刘女士 您看我还没往下说呢 不是 是我们孩子真的没有地方住 就在调解嘉宾讲解公租房的 变更程序问题时 刘女士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在她看来 自己的要求处处合理 但如果不谈感情 只谈规则 刘女士的诉求 显然难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刚才不聊得好好的吗 您这儿急着 因为我听了你们这不对 没有没有 你看您不调查去 您去调查调查 眼见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嘉宾们不得不终止调解 优先安抚刘女士 几近波折 刘女士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 现场调解又恢复了进程 来我们回到现场 刚才这个小变故吧 现场的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 刚才这个小的插曲 您提到了一句 因为就跟本案无关 我也没有深入聊 说您离婚了 丈夫有外遇了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遭遇 而且刚才我注意到 在您说出很多很气愤的话的时候 您儿子也不是那么的生缘你 当然还是站在这边的 但并没有说觉得 您这种情绪全都应该 全都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三位女老师 作为一个女人 在这个时候 丈夫背叛 孩子不那么支持我 然后我在拼力 为我唯一的儿子 去争取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说的话不对 不那么有逻辑 可能我情绪很激动 但是好像 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女人 在去对抗所有 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 无法抒发 对 看得出这位女士 就像郭峰说的 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 从这一点上 我们其实非常理解您 那个女士 刚才其实您的情绪激动 我也特别理解 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住处 是吧 包括儿子 可能未来都在这个房子里 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未来生活的安排 都是以这个房子为这个坐标轴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有危机 您肯定觉得没有一点存在感和安全感 所以我们很理解 但是呢 是这样的 您看啊 我们是要了解好你们的情况 并且和现有的政策是要对应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的 有利益相关人同意 就剥夺了您这个权利 您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我们就站着对方了 这个房子就成了他们的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种想法 对 不是这样的 您也理解我们 因为你们是求助到这儿的 我们也想帮助您 但是您也知道了 是吧 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 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 相关的政策是什么 是吧 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 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 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哪都是他的了 不是的 所以您先别着急 一会儿呢 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 和未来处置的方向 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 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 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 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 我们了解更多以后 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 对吧 比方说你可以说 因为已经给过你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 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但是从情理上 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 你既然已经得到了 应该在这方面 你有话好好说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 你唯一达到的目的 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 但是实际上 他并不解决事情 你明白吗 打我来就说解情不良 为什么呀 他太贪了 您知道吗 调解嘉宾发现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 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 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 接下来 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 让双方当面沟通 大哥 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 大哥 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 给了您了是吗 没有 原来你家 那就是老爷子的 你这么多了吗 是老爷子的 怎么了 是给过您是吗 给您了是吗 我一直都跟着老爷子 原来从小的时候 一直这么从那住 你的意思是 那套房子 您是一个被拆迁的 一个安置人是吗 我那是人帮东都打官子 我突然出没了 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 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部的两居室啊 我主要拆的供居人 之后那边拆迁 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你别管他怎么拆的 03年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成都房 是老头的成都房 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成都房 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音用 你是住在那儿 这不可否认 那杨若住那儿 我弟弟也住那儿啊 是不是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怎么怎么会没得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 你拆了呀 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 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老说的意思 是不是老头的成都房 是老爷子的成都房 老爷子成都房 是成都的私房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是吧 这你不能 你不能偷取概念 刘女士 你让那个大嫂吧 把话说完 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 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 先了解清楚 好不好 了解清楚以后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 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到时候可以给你们一个 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控制下情绪 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 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他这个成都房吧 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 确实是老头的名字 老头的名字呢 但是成租的是私房 等到1999年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 完了呢 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 都归那个私房主了 全都收回去了 这么着我们打官司 就一间半房 两个房主全输了 输了完了以后 我们就是无房户了 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 完了又打官司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没给过 有一个十一万四 没有 那个给了我十万块钱 是什么时候给的 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 他的共居人了吗 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 就跟老头上马家铺 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 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 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 要是他这个官司 那两居室是哪来的 他这个两居室啊 是商标三厂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不是 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 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 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住着私房呢 又打官司呢 他们也没地住 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 住的单位后 赶上单位分房 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 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我明白 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 对吧 南横街 一间半房 两个房主 南横街这块 对 有一个 然后又给他把家铺了一个 是吧 不是 把这都成退完了以后 他不是没房 你把他给了 对 他是住的那个 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 他们没地住 住宿舍去了 完了赶上单位分房 才给了他们这套两居室 通过同台调节 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 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那个 您的这个情况就是刚才对于你们之前的那个房子 我们说实话没有太了解清楚 哪个房子 南横街的那个房子 对 南横街那个平房 原来也是老爷子成都的 我这是一间半房 两个房东 半间一个房东 一间半个房东 这两房东 您是在那个地方去结的婚 南横街结的婚 从那结的婚呢 我们老爷子就没地住了 他就在单位宿舍 单位不是宿舍 一个是单位的车间 就是因为你结婚 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对让出来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还不是宿舍 他是去咱们车间 那时候就去咱们盖 在那去住了 后来盖好了以后 他就从那平房 从那居住了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判决书就写着 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公民人 我们三口子 然后又赶上那拆迁了 赶哪拆迁 南横街 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又赶上拆迁 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 那边再沉的些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 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盘权书 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 人家说这个房子 我们有争议 你先别动 就还打着关子 后来打输了 打输了 等于我们输了 人家就那意思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你 就我们也找开发商 人家说我们是针对的 是成都人 人家成都人有房了 你就一开始 就不应该分开我们 从那来房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 在开发商这边 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他那遗嘱啊 这是我们老爷子 他也爱说 他说 他说 逼我写遗嘱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他两份遗嘱 就我没有遗嘱 就我有口头 遗嘱 您不用了 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 因为他 通常老人 因为我们这平台 经常做节目 就是这个孩子 我不亏他的 他就不给他写 他写给那个亏了的 他觉得差点他的 我多给他写 就那个 您要说这个 再说我们老爷子 没少给他们钱 没少给他们钱 对啊 他们那个回钱房 他们不回钱 他们给卖了 老爷子出的那三万块钱 那一部分 咱们都拿走了 您看 您这个儿媳 您这个弟媳也挺 命运也挺多串 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不是我造成的 当然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 不认识的街坊 他有这个遭遇 我们也会同情 更何况他还是 您的弟媳嘛 是是是 对吧 但是你说 他这个遭遇 说实在的 也是够 对搁谁家也不容易 那他可能就想 为这个孩子 多争取一点 这孩子还挺懂事的 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 包括他 他这个 处理这个 这个钱的事 五万块钱 这个事 什么三万块 五万钱 这些事 我能感觉出 是个好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就是这五万块钱的事 这个我还真没听 我们老爷子说 我准备给张宇留下 这五万块钱 是 老爷子不可能 什么事都跟您说 对 对 他没跟我说 我跟你说 我们老爷子 他这话 你得来回说 我们老爷子一共啊 到他死 有二十万块钱 嗯 他这二十万块钱 怎么支配的呢 嗯 这我 我兄弟知道啊 嗯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嗯 争取肚 盖房 嗯 他前后三回 拿走了十一万四 嗯 我和老二 我们都没拒绝 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对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是的 最后还剩两张五万的折子 老爷子说 现在咱家又就剩这五万了 哎 正好呢 我弟弟呢 又下 又那什么买动功龄 到到那个 五十五 要对修 是 可能补什么功龄是怎么着 又从老头子 把这五万五 又给拆走了 一个两万五 您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 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是因为 他可怜这孩子 就是他会觉得 这孩子可怜 爸妈不在一起了 完了 爸爸又不管他 就他妈管 这孩子可怜 又是他亲孙子 嗯 我倒不是 坦白讲 我真的也不太怀疑 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 我倒觉得 更多可能性啊 更多可能性 是老 真的是老爷子 真实意思的表达 我是这么说 大哥 如果您 您和大嫂 之前 老爷子 也挺关照 你们的 在不管是房子上 还是钱上面 也给过你们 也给过你们关照 那你能不能 在这个事情上 就让着他们了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 大哥大嫂表示 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 也抱有同情 毕竟质子 咨询 都可以了解 但是我们这个平台 不是法院 我们是一个有情感 有温度的平台 嗯 我们希望在这里 出去的人 都依然还能保有 亲戚 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 你才能够有一个 幸福的生活 所以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劝 劝了这个大哥大嫂 希望他们在 他们认为 法律 对他们 对他们的权益 应该拥有的 这个基础上 从亲情的角度上 做出让步 至于这个让步 让步的这个比例呢 是百分之五 是吧 百分之五 就愿意多让出 百分之五了 我觉得就是 这个是他们 一个态度吧 应该是 我也非常的赞赏 法律点上 那请律师 帮着解释一下 关于 怎么样 变更成租人 其实就四个条件 刚才我们的 那个徐老师 对 也都已经 对这四个条件 做了这样子的 一个陈述 可能大家呢 真的就是 被这第四条 卡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说 其实法律呢 它调整的 最好的一种关系 是在陌生人社会的 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陌生人之间 我们去用法律 去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 很好用的 法律工具 但是其实 面对于亲情 和一个 一家人来说 我们 清关难断 家务事 就像我们 刚才的 张老师所说的 那么我们 这个平台 是一个 有温度的平台 大哥这边 其实做了 这样子的一个 让步 其实 也是出于 亲情的 这样子的 一种考虑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拦着他 不用拦着他 没关系 其实在 上台之前 我特意跟 刘女士说了的 要控制情绪 因为为什么 我没让别人 拦着他 我能看出他 他有情绪 但是没有 再像刚才那样 去爆发 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 在我看来 在他的世界观里 已经在尊重我们了 所以我没有拦着他 没关系 我知道他这个状态 应该是 表示无法接受 5%这样的一个份额 所以 没关系 虽然我们有 调解这个方向 和努力了 当事人 也是有完全权利 去拒绝的 最终 刘女士 还是拒绝了 专家们的调解方案 嘉宾们理解 刘女士 几十年来的 苦闷与委屈 但依靠情绪 并不能真正 解决问题 要想化解纠纷 恢复平静的生活 还要依靠法律 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接下来 您收看的是 嘉里律师在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 讲解律师 曹子燕 曹律师您好 您好 我们节目当中 多数会出现 遗产纠纷 关于遗产 怎么去分配 而多数情况 又涉及房产 房产提到 我们知道 多子女也好 或者多个继承人 可能就一套 或者两套 它很难会 刚好出现 那么多人 那么多套的情况 那就很难了 有时候我们 就算调解完了以后 我们把它去 划分份额 或者说 他们一块共有 那房子没法匹开 那他们一块共有 会不会 也会引起一些 将来的隐患呢 是 假如说 他们已经 办理了这个继承 现在是一个 暗份共有的状态 对 这种情况很多 是 其实是从本质上 去没有解决 他们一家子的 这个问题 那这种怎么解决呢 首先他们家人 可以协商一致 说 归一个人所有 如果说 协商不一致的话 那其中一个继承人 或者说 任何一个继承人 包括共有人吧 也可以向法院 进行一个诉讼 什么呢 是共有物 共有物纠纷 就是我们把这个 共有的一个财产 进行一个分割 那具体可以怎么分呢 可以归一个人所有 或者几个人所有 那你们在这实际居住 那不能在这实际居住的人呢 你必要给到 其他人相应的 补偿 对 这样才是真正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也是我们后来 在调节当中 屡次会有 律师朋友们 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要把他们这个 房子归谁 给落听好了 然后他再来给一些补偿 通常我们有时候 调一些公租房 为什么老能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公租房 它不是遗产 很麻烦 就是在处理的时候 某一个人继承 或者叫更换成都人 给一些其他一些可能的 承作人一些补偿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做法 可以解决很多隐患 是这样的 对 因为现在继承纠纷里边 如果刚开始提一个 继承纠纷之素 可能如果说 不能就此达成一个一致意见 说房子归一方所有 给其他人补偿款的话 法官有可能就是简单地来 进行一个按照份额 确定共有 那之后还要再起一个 共有分割 然后真正来解决 大家的这个问题 一步一步来的 对 有时候但涉及到处理遗产 很多老人会想到 以后可能儿女们 百年之后争论不休 那我生前把它处理好 不就行了吗 但有时候又担心 总会跟我们听到 老人会有这种担心 说生前处理好多税 怎么样挺贵的 说身后好像能便宜点 说什么遗产税会便宜点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 这个房屋生前过户 跟身后遗产继承有区别吗 这个税费方面 对 因为你在生前的话 处理的话只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买卖 一个通过赠予 通过无论是买卖还是赠予 这个税都不是太低 都比较高 对 那如果说在百年之后 如果要是一个继承的话 目前咱们国家是没有这个遗产税的 好 感谢您曹律师 学期到了 别说了 好 好了 感谢观看